上集節目中 達人為我們示範 狗狗正確的刷牙方式 而今天就要帶大家認識 生活中常見的狗狗囉 我們要來認識狗狗的品種 當然就是從我們家小王子開始啦 我相信大家 各位也看得出來 它這個 例如小王子 它是一個約克夏犬 約克夏最早是從英國 所培育出來的一個品種 在1861年的時候 其實它之前還不叫約克夏 它叫做蘇格蘭梗 蘇格蘭梗 對 經過二三十年之後 它把它定名為約克夏犬 約克夏是特別培育出來的品種 對不對 是 沒錯 我們先來考考孩子王 當初培育約克夏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 抓老鼠 第二個是挖松露 第三個 趕羊群 趕快想一想 要舉牌喔 請舉牌 全部都選二 為什麼 因為感覺約克夏小小隻的 應該不太會去趕羊 然後抓老鼠應該是貓咪的強項 對 有貓就好了 何必培育約克夏呢 然後因為它小小的 應該就可以去挖松露 OK 聽聽 因為趕羊群需要很大隻的狗 才可以有辦法趕動羊 然後可是牠沒有很大隻 牠是老鼠 牠說不定跑得比老鼠還要賣 你們早上提示的時候 不是都說牠腳有長有短 但都跑得很快 可是老鼠說不定跑得比牠快 可是老鼠跑比牠更快對不對 好 還有沒有人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選二 鄉承 因為趕羊群的話 找牧羊群就好了 而且抓老鼠的話 也是找貓咪就好了 所以應該就挖松露 因為其實趕羊 抓老鼠這種 都已經有專屬的動物在做了就對了 所以就分配一個沒有人做的給牠 好 但是我覺得答案不是二 有沒有人想換的 沒有 你們都不相信妖妖姐姐 我都不相信妳 我養的是什麼 約克夏 我們的貴公子是什麼 約克夏 而且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示對不對 狗狗在最早的時候 牠是肉食性的喔 基本上牠對於植物 大概不是很有興趣喔 我選一 好 來 最後決定喔 定案 好 為什麼又決定是一 狗狗牠以前 約克夏以前是 就是食肉的動物 醫生剛剛說 狗以前是食肉的動物 但不代表到約克夏的時候 還是依然是食肉啊 搞不好牠那時候已經是雜食了 沒有 來 挺挺 因為剛剛說的還滿有道理的 因為狗以前是肉食性 老鼠是肉 就變牠喜歡吃老鼠 妮妮 為什麼有決定換 我們知道狗以前 牠是狼演化出來的 所以牠們食肉的本性 並不會真正的被蓋掉 所以可能看到老鼠 還是會去抓牠 好啦 我們來問一下楊醫師 請問答案到底是 1 2 3 哪一個呢 正確答案是1 正確點故意 因為在過去的培育過程裡面 約克夏就是因為牠的腳比較短 所以我們曉得 老鼠在地上跑的時候 牠必須要穿過一些障礙物 是 必須要靠體型比較小的獵犬 然後來幫牠來擺到 因為在過去的 在英國的鄉村裡面的時候 老鼠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牠會破壞農作物 咬壞什麼東西 所以約克夏擔負這個種植大任 牠專門在追逐老鼠 有時候不盡然是會把它吃掉 就把它追逐 或是把它咬到讓牠 沒有辦法再繼續破壞 所以答案是1 牠是來抓老鼠用的 好的 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一般約克夏都是長毛比較多 對不對 對 為什麼約克夏 其實都留長毛比較多 因為牠的漂亮地方 就在約克夏牠的毛質 牠的毛質是非常絲狀的 而且是筆直的 因此留下來整個一個 這樣子看起來就像一個 活動的一個這種絲織品 一個藝術品 所以說又有叫做 移動了鑽石的這種稱號 因為牠是非常亮麗 非常柔直的這個毛色 約克夏最大的特色 就是全身附滿了華麗的長毛 走起路來相當俏皮可愛 也因為身上的毛極具光澤 所以又被稱作被動的寶石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認識的 是哪一種狗狗呢 滴滴… 好 來問一下孩子王 有沒有人知道牠是什麼狗 妮妮 牠應該是邊境牧羊犬 我們來問一下 Bibi的主人牠是什麼狗 邊境牧羊犬 叮咚… 好 我們就請楊醫師來 帶著我們一起來認識Bibi 好 邊境牧羊犬 其實牠是很有名氣來頭的喔 像我們有個電影 就是看誰在說話 有沒有 而且牠在世界公認 這個評比上面 是最聰明的狗種 那牠原產於這個英國的 這個英格蘭跟蘇格蘭 那所以牠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牠幫這個那個 我們的農場的主人來追趕 或者是來管理這個羊群 那這個品種呢 牠的服從性非常地高 而且牠的資質也非常地優秀 所以會學會很多的技能 也會學會很多的把戲 所以現在目前在我們邊境牧羊犬 在我們這個生活裡面 也站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有教牠一些 跟你互動的一些 譬如說握手啊 坐下 基本的都OK 就是 示範…快…快 弟弟 坐下 好 握手… 對 換手 好棒 來 天啊 也太驕傲了 而且你知道牠有多厲害嗎 牠會看鏡頭耶 牠剛剛面對這邊 然後立馬轉過去那邊做特技 你真的很聰明 我欣賞你 我們請楊醫師也示範一下 怎麼樣就是抱大型 因為小型狗其實很好抱 像我們這樣撐著就OK了 但是大型狗抱 是不是應該有一些技巧 抱大型犬來講的話 怕牠因為體重比較重 對 只拉著牠兩隻前腳 或是後腳的話 很容易造成關節的受傷 所以因此來抱牠的時候 就是我們用另外一隻手 固定牠的脖子的部位 然後在抱牠的時候 用右手臂抱牠的胸口 這樣子抱起來 來 這樣子比牠不容易受傷 邊境牧羊群好癢嗎 牠們的活動量非常大 所以一天我幾乎都會花 一個半小時以上 帶牠遛狗運動 就帶牠出去跑一跑對不對 對 需要很大的運動量 所以夏天就是一定要 如果保持通風這樣OK嗎 可以 可是我如果放牠 自己在家我會開電扇 至少要開個電扇就對了 對 因為牠很容易怕熱 我想問一下楊醫師 其實就是狗狗的毛剃掉之後 牠就是會自卑 而且低調毛真的對散熱 真的有幫助嗎 首先就是說 因為狗狗牠自己 對自己的審美觀 也是很著重的 所以說當我們把牠毛 全部剃光 有時候狗狗三天會自閉 牠完全不理你 就躲在旁邊 然後精神很不好 心情很差 所以說其實 除非是動物牠有皮膚病 或是有特殊的需要 必須要剃毛 否則我們建議是不用剃毛 因為我們曉得牠並沒有汗線 所以對夏天沒有幫助 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幫助 所以很多人自以為夏天到了 就應該要把長毛狗的毛剃掉 讓牠比較涼爽 是誤解 是 一切都是誤解 只會讓牠自卑 讓牠心情不好 所以幫寵物剃完毛之後 可能要稱讚牠好幾天 那我也想要問一下 Bibi 牠很聰明嗎 你覺得 其實是很好教 是很好教 很好教 很好訓練 牠現在多大 牠現在 牠下個禮拜滿一歲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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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牠大概幾個月 大人你就上廁所的訓練都OK 大概六個月的時候 那真的很快耶 天氣牧羊犬的精力旺盛 體格強壯 並以學習能力強 擅長閘技而聞名 所以又被稱作飛盤犬 而牠可是所有狗狗之中 最聰明的品種呢 接下來我又要來出題了 我要來問一下孩子王們 請問一下 狗狗最靈敏的感覺是什麼 第一是味覺 第二是聽覺 第三是受覺 請舉牌 好 來問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是3呢 翔晨為什麼你覺得3 如果牠嗅覺不好的話 那人為什麼要讓狗去搜尋一些東西 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牠的嗅覺不好的話 米格魯怎麼有辦法當企圖犬呢 沒錯 行李箱裡面放什麼 牠都不知道啊 是不是 好 韓韓 剛剛有發現 當我們要摸牠的時候 牠鼻子會先 第一個先靠過來 當妳要摸牠的時候 牠鼻子第一個會靠過來 佳佳 之前我有看過一個節目 它是用 就是牠主人 牠的衣服 然後去給牠紋 然後聞了之後 牠就去找牠主人 然後主人雖然已經換了衣服了 可是牠還是找得到 因為有那個味道 牠就知道牠是牠主人 好 我們來問一下楊醫師 答案到底是1 2 3 哪一個呢 嚴格講起來 聽覺跟嗅覺都滿強的 但是真的比較起來 是嗅覺最厲害 我們舉例來說 像前一陣子比如說有大地震 那種搜救犬 它就是用紋的 看有沒有紋到有 還有生還者埋在土地下面 另外像我們的企毒犬 還有紋什麼腔蟹什麼等等 所以說在整個 最靈敏的器官上面 還是以嗅覺為主 想不到聰明的孩子王們 都答對了 接下來達人還要帶我們認識 哪一種狗狗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到的狗 是哪一隻狗呢 我們一起用掌聲來歡迎牠的主人 大家來到現場 好 請問牠們兩隻是什麼品種的狗兒 是法國鬥牛犬 法國鬥牛犬牠們叫什麼名字 牠叫撲斗 牠是優打 撲斗跟優打 為什麼牠們要叫鬥牛犬 牠是源自於法國 在過去的話在農場裡面 牠這個鬥牛犬是專門 因為牠臉部特別的構造 跟牙齒的咬合力比較強 所以牠常常會對著牛 會產生一些那種攻擊的 一樣的這樣子的一個 而且在英國的時候 牠有一個慶典活動的時候 牠特別會去讓鬥牛犬 去跟牛PK會癢 讓鬥牛犬去跟鬥牛PK 這種不會很危險嗎 在過去的時候 後來就禁止了 因為太殘忍對不對 太殘忍 對 楊醫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法國鬥牛犬 是 這個法國鬥牛犬 在最近開始非常的流行 基本上牠是從英國鬥牛犬 所演化而來的 牠們兩個差在哪裡 體型 大小跟臉部 英國鬥牛犬最大的一個特徵 就是牠臉部的皺摺 就非常有兩三折皺摺 法國鬥牛就比較平整一點 然後體型大小的也差很多 我大概差將近到一倍 法鬥比較小 比較小 陰鬥比較大 對 而且牠的耳朵也是不一樣 在陰鬥耳朵 牠是個玫瑰耳 牠叫皺摺的 但是法鬥強調就是牠平整的一個 像蝙蝠兒一樣 這是最大的不同點 為什麼牠們要一直 勾勾勾勾勾勾的不停呢 就是牠天生的最大的一個構造的部分 就是牠的呼吸道非常的長 不要看牠嘴巴那麼大 其實牠到了喉部以後 進入到胸腔的時候 牠是比較狹窄的 因此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接觸到即興中暑的動物 鷹豆跟發鬥是排名第一的 其實像牠們這種狗狗 手術風險都比較高 都比較高 但是我知道發鬥 好像不太容易自然生產是不是 對 發鬥跟鷹豆 牠的生產過程裡面 因為小狗狗不像你們看過 剛出生的小狗狗 發鬥跟鷹豆的頭都好大一顆 比身體還大 所以因此在過產道的時候 自然生產比較危險 對 牠們來說 生產就是一件很危險的行為 因為如果自然產也會有危險 然後剖腹產又要 承受麻醉的風險 好 我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選 法國鬥牛來飼養呢 你不怕牠吵到你睡覺嗎 其實聽久了以後 你會發現少了牠們打呼聲 你會睡不著 反而睡不著是不是 真的 再來就是牠們其實不太像 邊境牧羊犬 或其他狗狗一樣 那麼適合外出 牠們很適合在家裡陪伴人 所以牠們運動量不大 牠不太需要 而且像Yoda有熱衰竭 所以牠也不適合曬太陽 或到太熱的地方 熱衰竭是容易中暑是不是 養髮豆有沒有 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主要就是呼吸道 還有牠們就是怕熱這一點 那當然牠們像醫師 應該很常看到 牠們皮膚其實都滿不好的 對 對耶 髮豆跟陰豆 大概皮膚都是比較 不太適合台灣的氣候 因為台灣比較濕 比較濕 相對濕度大 而且溫度高 所以牠們很容易有一些濕疹 黴菌或一些那種化膿性的皮膚 也很濕 是的 對 大國鬥牛犬是一種活潑聰明 而且肌肉發達的狗狗 牠的外貌極具個性 同時也相當勇敢 所以經常被人們訓練成 看護犬或警衛犬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認識的狗狗 是比較大型一點的 我們要歡迎的是哪一隻狗 我們一起掌聲歡迎牠 跟牠的主人來到我們的現場 而且牠是一個很特別身分的狗狗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牠 好 趕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貝利時是什麼狗狗 牠是拉布拉多獵犬 拉布拉多獵犬 請牠 趕快牠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拉布拉多好不好 好的 拉布拉多也源自於加拿大 牠是一個中大型的一種獵犬 但是這個我們曉得 牠的英文名字叫 拉布拉多獵犬 獵犬的意思就是叫做食獵犬 食獵犬的意思就是說 牠專門是站在湖畔 然後獵人在旁邊拿獵槍 打一些野獵或是鳥類 對 打完之後牠就掉到水裡面 拉布拉多獵之後 這隻跳到水裡面去 然後把它拆開 把它從咬回來 所以牠是游泳高手 游泳高手絕對 看到水就跳下去了 對 拉拉牠是游泳高手 那是跟牠的個性有關 還是說狗狗本身 可能拉拉跟約克夏的身體構造 有些微的不同 所以造成說一個人愛游泳 然後一個看到水就老跑這樣 是 因為拉拉牠的個性 本來就是服從性很高的 所以當跟人的配合度的也是非常好 除此之外 牠的服從性還有聰明度更是驚人 所以像我們電影裡面 像什麼《再見可魯》 還有那個什麼我們的導盲犬等等 對 都是拉拉來擔任 這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後再還最主要是說 牠的皮膚的構造上 也是特別的不太一樣 比較適合游泳嗎 游泳 對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牠的毛色的構造 牠的有粗毛 牠裡面還有細毛 那不是跟那個什麼水禽類有點像嗎 沒錯 所以說當牠下水之後上來 牠裡面 甩一甩就乾了 不會有那種低溫 濕溫的那種情形發生 印象中拉拉都很喜歡玩球 這是天性嘛 因為那個拉拉牠最主要就是 飼獵犬把鳥類 或是獵物咬回來 所以牠天生就有含東西 或者咬東西的這種性格 所以牠對於訓練上面 用球來加以訓練是特別容易 而且牠完成也非常的好 剛剛其實我們有提到 Belis牠有個很特別的身分對不對 趕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Belis的話 牠說我們的治療犬 牠是會去像醫院或者是老人院 陪生病的小朋友還有老人玩 然後就取悅牠們 所有的狗狗都可以成為治療犬嗎 還是說牠有什麼樣的條件 所有的犬種其實都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貴公子也可以就對了 也可以 完全可以 可是就是要考過治療犬的考試 要認證考 要像考到醫師執照這樣 那是要去上課嗎 還是 也可以上課也可以自己教 只要牠能夠達到就是治療犬 考試的標準就可以了 譬如說牠要會什麼 譬如說牠要 其實是穩定性的測驗 就是牠要測驗牠穩不穩定 譬如說考試有個項目就是 所有的模擬是病人 拿著拐杖跟輪椅逼向牠 牠會不會抓狂這樣子 那如果牠逃走了 那可能就會扣分 就不見得會考得過這樣子 逼向牠會有威脅感 不要過來 就是可以盡量訓練牠 比較不會怕那些醫療隱器 因為牠畢竟牠工作的地方是醫院 很多人都是組著拐杖 或者是說坐著輪椅的 就是老太太這樣 牠這樣子當治療犬多久了 牠已經當了大概兩三年左右了 那牠幾歲 牠現在八歲了 長輩來著 長輩 牠去做治療的時候就是陪牠們 就陪伴在旁邊嗎 還是牠會做一些特殊才藝或幹嘛的 牠可以譬如說做一些才藝 取悅老人譬如說跳舞也可以 還有像譬如說小朋友的不願意講話 牠可能是譬如說堂室站 或怎麼樣不願意講話 牠就會說你丟球給狗狗撿好不好 牠就會說球 球 然後丟 就會跟狗狗做一些互動 所以牠不願意跟人類做著 剛剛有說Belis會跳舞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示範嗎 我們都搭不上節拍而已 妳也知道牠有點彈 導播 音樂 Belis 跳 背 很厲害 很厲害 都搭不上拍子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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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真的還慢 很好笑 牠完全沒有所謂跟不上節拍的困擾 開心 有吃了就很開心 可是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其實像拉不拉多這種狗狗 比較容易有髖關節的問題對不對 那像牠剛剛做的那些 譬如說跳啊 或是什麼的 這樣子會有影響嗎 當然長時間不好 但是我有時候表演的話 一下下是OK的 對 然後就是注意牠的姿勢 不要讓牠爬那個後腿開開就可以 我們練習的時候 其實是 其實每天只練很短的時間 讓牠記得那個動作就好了 對啊 那表演的時候是為了才藝於清嘛 就是要老人家裡也還好 因為牠本也是一下下 一天一次兩次而已 對啊 所以其實不管是所有的運動 或是遊戲都是適量就OK 對狗狗來說 其實是不會造成傷害的對不對 對 提到狗狗拉不拉多 絕對是狗狗界的人氣王 由於拉不拉多天性溫馴 喜歡和人類親近 所以經常被訓練成為 導盲犬或工作犬 是一種相當聰明的狗狗喔 我想問一下楊醫師 像解壓骨 我們就是直接給牠 持久解壓效果 還是因為我曾經有聽過人家說 需要跟牠拉扯 才可以達到這個解壓的效果 如果單純是解壓骨的話 讓牠慢慢地矽腳慢咽 但我兒子胖都會用 你知道 兩秒就下去了 對啊 這樣子效果就比較差 如果慢慢壓癢的習慣 是矽腳慢咽的話 牠能夠達到清潔牙齒的效果比較好 如果牠完全無法矽腳慢咽 我要跟牠拉扯嗎 那拉扯是用另外一種 有一種做得像毛巾做的那種 狗骨頭造型的那種 很像玩具的那個 對 這樣跟牠拉扯 可是牠就不吃啦 沒有 但拉扯的過程 牠能夠達到刷牙的目的 牠就不跟我拉了 你看 牠吃超快的 等喔… 你看牠立馬就 真紅草 我本來以為牠不太愛吃這種 這種解壓骨 牠超愛 牠就是小豬 厲害… 你看牠都吃這樣子就算有 這樣子其實就有 這樣就算有效果了 對 而且這裡面的成分 對於那種牙菌斑的形成 有幫助牠形成牙菌斑的作用 所以是OK的 好的 那麼呢 今天我們應該認識很多狗狗了 對不對 孩子王們 對 對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楊醫師啊 好 祥辰 如果那個解壓骨在拉扯的時候 太大力 牙齒會不會斷掉 正常來講 如果牙齒是沒有牙周病 或是什麼的話 牠是不會斷的 除非牠本來就已經有 不是很健康的牙齒 牠可能牙根已經有問題了 那可能會斷掉 很寒 就是 我有一次在街上有看到 有一個主人幫牠狗替牙 可是牠的皮膚上有一點一點 紅紅的 很難說有的時候就是跳蚤咬的 或是季節性的皮膚疹對不對 或是有濕疹或是有皮膚炎 這都有可能 小梅子 狗狗的鼻子都是濕濕的 牠如果乾了 乾了就代表牠生病 對不對 對 但是通常有時候睡覺起來 鼻子是乾一點 但是活動一下就會比較濕 最生病好了牠鼻子就變濕了 基本上是這樣對不對 狗狗平常鼻子都濕濕的 對 都比較超濕 對 好 最後要請楊醫師跟電視機前面的 大朋友小朋友呼籲一下 要養狗狗照顧狗狗的正確觀念 的確 因為我們知道狗狗 是我們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而且牠的個性對我們人 這麼的無私的奉獻 所以當我們小朋友們 就是我們決定要養寵物的時候 我們要三思而行 就是決定養牠就好好照顧牠 有始有終當一個有責任感的主人 好的 如果可以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以領養 來代替購買 其實還是有很多狗狗在等待牠的家 最後我們要謝謝我們的楊醫師 謝謝 不要再給牠了啦 謝謝 OK 謝謝 謝謝楊醫師 也謝謝我們的孩子王 與我們的祥辰 小梅子 家家 婷婷 韓韓 明明 各位電視劇前面的觀眾朋友 不要忘記了 要跟著我們一起輕鬆學習快樂成長的話 每週同一時間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快樂孩子王 拜拜